好的这边来看一下FIG对战MFB的第三局上半场地图圣星运 这边是斑掉了超Q的红夫人和约瑟夫他拿出了蜘蛛 对面是机械先知前锋斑掉 这道阵容比较的不常见 应该是FIG的一个特色了 是一个贸易家体系 贸易家带这边的双咒 然后再补雷一首波波这边的咒术师 不过有一说一的这套阵容就是不够扎实 你比如补个咒术师换成一个祭司 我感觉可能他的一个稳定性会更高一点 因为祭司在这张地图对吧 祭祭国王谁用谁知道 好这里外面是一个佣兵 不过这边两个人 诶猪丝架住 再连这边的菇才吸了一半 走位上面倒是没有给机会 前面吃一层猪丝 往板子这边一翻有一个加速 绕一圈然后进下一个窗口 还是往医院冲 他这边往医院冲 冒险家也在前面 呃 菇的话已经有一层了 所以说这边如果交撕过去 也有可能会被打断 在这个板子这边 波波这边的咒术师走位 确实非常的优秀啊 这边过来应该是会吃个菇 一个菇断你手加速 在这边再连丝 那要吃一刀 哎呦砸了个头 我天呐 再一个头一砸 这边一个翻板往前一走 来找这边的守木人了 这咒术师抓不了了 守木人这边直接交铲 打一刀前面两板子 这边板子一下 然后跟你拖 估计这边的一个 应该是杀意已决 要来抓这边的守木人了 守木人说我 我这个还 我还没一个咒术师 对吧 这咒术师不着抓我 那确实 这边的咒术师的一个走位 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如果看视频同学 其实是可以 哎闪现一刀打就这样 可以就是多看两边它的一个走位的一个选择的 这个走位的选择是一个最优解 而且它的一个贴边 包括它的一个 就是卡板子的一些走位的一个博弈的一些方面 都是很值得学习的 这样的话 前期虽然说是占得了一些优势吧 但是守木人这边因为没有提前拉开啊 然后没有想到会来抓 可能就样根没想到对吧 这咒术师不抓了去抓一个守木人 但是这边确实抓到了机会 那么带走守木的话 守木还有一根铲子 这里可能要吐一口什么的 一口没吐中 打一刀逼你救 救下来以后 守木应该直接交铲了 交铲 一口吐出来 一刀好的 二挂守木人 电击的话 拥兵吃了一刀 然后补守木的遗产机 守木这边拉开 外面咒术师的遗产也已经是修开了 那电击的话差不多 下一波应该是冒陵家 不知道没带博命啊 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观战的时候 发现高端局的冒险家 是会带一个博命的 不过如果这边关于第二次 那就不说了 好吧 就别来救了 看一下拥兵的电击能点开 外面两台怎么说 还差两台机啊 冒陵家手上面可能有一个书页 可以秒掉一台 然后咒术师这里的话 耳鸣压一手 在这边压着 蜘蛛应该也不敢乱斗 但电击还是差的 电击还是差的 这里 刚才给我们看的是差两台 现在怎么这一台 直接就已经是变成一个大遗产了 所以是这个工具 不是特别的好 在观战的时候 你想去了解一个电击的真实情况 其实不是看的特别的清楚的 这里审爱的冒险家 在踢墙 这个位置冒险家在踢墙 而且如果被发现了 这么快人家可能走都走不了 外面得重启一台 躲躲躲躲躲 看见了 看见小红点了 人虽然是没看见 但是小红点看见了 割草一刀 还在找还在找还在找 那这里 佣兵是重启一台电击 冒险家手上面估计有输意 估计有输意 人挂上 这电击差的有点多呀 这是新起的一台电击 31 卡半就不妥 感觉要卡死就 卡死就呢 有船如果有底牌 没有刚刚没有记清楚 超级没有给我们看超级的天赋 他如果说有底牌的话 这把有可能还打一个三 这边想要闪现 想要加注尸 这边就加速一个注尸 闪现 骗一下 先骗一手 先骗一手 先骗一手那边 再来 再打 骗 骗的话那边捞下来了呀 这骗了半天 把自己骗进去了 闪现 打 没打中 完了 完了 超级这一波亏了 大血亏 血炸 裂开 这里冒险家 继续在踢墙 为什么冒险家还在踢墙 他手上面这边 看一下这电击没怎么点 继续躲在这个位置 超Q继续割草 割草 哎 电击好像已经压好了 哎 看见了 那这里傭兵是贴门了 一刀打电击点料往前走 前面是有板的 前面有板的话 这里板子一下 应该是个平局 哎 这把还是超Q自己玩拖了 真的自己玩拖了 那个闪现闪进去 关键还没打到 打到了吗 那也就对吧 有机会了 关键没打到 好 挂上啊 一个平局 有点可惜吧 对于蜘蛛来讲 因为蜘蛛是一个保平 真胜的一个局 有机会能胜的 那闪现进去 你说这把佣兵给打了 也有机会 守着嘛 那也有机会 因为守着他可以守过半 然后打着的话呢 他可以守遗产 但是守遗产呢 我觉得这波闪现 还是有点冒进 因为他不清楚 我们也不清楚 那帽影家手上面 到底有没有输业 有输业的话 他甚至可以把剃下那台 给秒了 说不定